好 看完了生死段语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三十九课的课文部分 先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说 The rough road across the plain soon became so bad that we tried to get Bruce to drive back to the village we had come from 这个句子也是稍长一些 咱们先看一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依然可以看作 句子的主干结构 这个崎岖不平的道路 什么道路呢 across the plain 这个划横线的斜地字 是后置正语 穿越平原的 这个崎岖不平的道路 然后主句呢 谭语呢 是soon became so bad 很快变得如此之糟糕 那么后面 that引导的从句 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跟so的固定搭配 如此以至于 这个that引导一个结果 装于从句 这么糟以至于怎么样呢 这结果是 We tried to get Bruce to drive back to the village 我们试图呢 说服布鲁斯 把车开回到那个村子 哪个村子 后面的话横线的 We had come from 明显是定义从句 可以看到省略的位置 关于that's which 修饰前面的位置 我们出发的那个村子 这里面get somebody ge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固定搭配 说服某人去做模式 好 整个句子好理解了 穿越平原的这个崎岖的道路 很快变得如此之糟 以至于我们试图 说服布鲁斯 把车开回到我们出发的村子 别走了 这太危险了 是这么一个 上来先给了大致的这么一个预警 那么这里面一个重点搭配 就看一看 说服某人去做模式 get somebody to do 你看小词 往往会发挥大作用 人小鬼大 咱们不一定非能persuade 这样的东西了 说服某人去做 get somebody to do 用这个结构也行 咱们先看一下例子 he got his sister to help him with his homework 他说服他的姐姐或者妹妹 帮助他完成他的作业 说服某人去做模式 get somebody to do 再比如说 we couldn't get him to sign the agreement 我们无法说服他 签署这个协议 你看说服某人去做模式 加动词不能是to do 就好了 那么跟他类似的还有很多 那么其他的动词一变 可能搭配就跟着变化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就是动词persuade 但persuade搭配有两个 第一个可以都是先加人 但我们既可以用to do 也可以叫into doing something 两个搭配都对 但get我们是不能加into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先看一些简单例句 I finally managed to persuade her to get go out for a drink with me 我最终终于设法说服他 跟我一块出去 去喝点东西 就是可能要约着女孩子 要交朋友嘛 终于设法说服他 去做这个事 加to do是可以的 加into doing呢 更正式一些也行 比如说看例子 Don't let yourself be persuaded into buying things you don't want 不要让你自己被说服 去购买那些 你不想要的东西 被说服做么是be persuaded 我们叫into doing something 这个to do和into do都可以 只不过into doing 更正式一些吧 我们再看看在第26克里的一个句子 在126页第4到第6行 126页第4到第6行 26克 这个真够大饼干桶里面 In the effort to persuade us to buy this or not product advertisers have made a close study of human nature and have classified over little weaknesses 在他们努力说服我们去购买 这种或那种商品的过程之中 广告商们对人性做了仔细的研究 并且把我们那些小的弱点 都详细分类了 说服某人去做模式 加在to do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这个说服还有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用的特别多 就是talk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这个用的特别多 在写作中也是persuade 非常好的一个替换 但注意talk somebody后面 一定加into doing 才能翻译成说服他去做 同样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We finally talked father into buying the new car 我们最终舒服爸爸 买下了那部新汽车 这个里面father F大写 前面就不一定加贯词或数格了 为什么father在这表示一个称谓 可以单独使用 但是这个F必须大写 如果our father这么来用 就不一定F大写了 这表示称谓可以单独用 前面可以不加数格或换词 我们最终舒服爸爸 买下那部新车 一开始爸爸不乐意 太贵了 咱再买不起 我们说了 你要不买 我们小哥来当场自杀 爸爸 那买吧 舒服爸爸买下了这部新车 可以这么说 三个搭配 第一个叫get somebody to do 第二个叫persever somebody to do 或interdoing 第三个叫talk somebody interdoing somebody 反过来看劝阻 劝阻某人不让他去做谋事 首先看刚才那几个说服可以倒过来 get somebody not to do something 这个最简单 把to do换not to do就好了 但persever的麻烦一些 后面加to do 变成not to do interdoing呢 into是进去 把它换成出来out of就好了 persuade somebody not to do something 或persuade somebody out of doing something 说服某人他别去做谋事 对吧可以用它 这反应词可以反正劝阻了 那么刚才talk呢 我们猜也能猜到 into还能换到out of talk somebody out of doing something 就说服某人别去做谋事 或劝阻他 别去做对吧 都可以 还有一个persuade的反应词也行 就disuade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专业表示劝阻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最后这个词 disuade disuade 可以看作persuade的反应词 但注意disuade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这是表示劝某人别做某事 这固定搭配 可以放在一块记住 你不计搭配的话 一写就错 不会写嘛 计单词不如计搭配 好我们再看第二句话 后面说 even though the road was littered with borders and pitted with holes Bruce was not in the least perturbed 他说尽管这个路上啊 这个杂乱的堆满了什么大圆石头 和到处是坑洞 但布鲁斯一点也不担心 毫不害怕 这个咱们先看看句子语法成功的分析 这逗跑之前even though引导的 还是这个让步状欲从句 even though老师说过 发现了尽管 这是个事实 如果even 我们加if evened 那是即使 那是个假设的情况 本文中是事实 所以even though是对的 even though和odo的用法是类似的 尽管这个路上怎么样呢 堆满了大圆石头 都这我们讲了风化骨的大圆石头 那创上去撤毁人亡了就 并且呢 还到处是坑洞 这是and连接两个小并列结构 都位于even though的从居内部 第二个并列位于动词 是到处是坑洞 前面可以看到省略这个沃斯 因为前面有沃斯 后面的沃斯被去掉了 还是be pitted with 到处是坑洞 白岩寺是主居结构 布鲁斯一点也不担心 这个一点也不用的是固定习语 Not in the least 这个一点也不这个结构是复习 我们早在这个这个 呃 这个这个当年的第17个就讲过 一点也不怎么样 咱们一会儿会复习 好 这里面首先这个杂乱的堆满了什么东西 这个当固定的搭配 咱们可以备一备 叫be littered with 因为litter本来做极物动词 是杂乱的堆满某地 如果地点做主语呢 用被动 主语后面一般叫with 叫杂乱的堆满某个东西就好了 这个我们先复习 再先预习一下 在46颗里面 有个类似的句子 在212页第23行最后到24行 212页23到24行 The garden was soon littered with chunks of metal which had once made up a lawnmower 这个花园子里 很快堆满了那些金属块块 而这个东西曾经就组成了割草机的零部件 be littered with 就是杂乱的堆满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花园子地点做主语 这个东西当殡语 本分钟也是嘛 道路做主语 后面的大圆石头做殡语 堆满了大圆石头 这个意思 杂乱的堆满 那么litter当极物动词来用呢 就杂乱的布满某地 这个在34个咱们是讲过的 复习一下158页第5行到第7行 158页第5到第7行 人们总是希望在迷宫般的 发霉的阴暗的杂乱无章的殿堂中 一件真正的真品能够被找到 在哪里呢 在这大堆大堆的这些杂七杂八的破烂货 什么呢 堆在地板上的这些废品之中 assorted叫各种各样混杂在一块的 能够找到一件真品 litter 注意极物动词 是堆在地板上 杂乱的堆满地板 这个时候地点做并语 所以呢 某地堆嘛 某个东西 得用被动嘛 be littered with就好了 那么我们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本剧中后半剧 那个到处是坑洞 be pitted with 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都是跟with搭配 be pitted with满是坑洞 因为这个pit 当名词就会表示一个坑 地上的一个坑 线坑 这个那就看看本剧中吧 本剧后面 他用的是 the road was pitted with holes 道路上满都是坑 这儿一个坑 那儿一个洞 be pitted 叫到处是坑洞 再比如说 我形容一个人的脸 his face is pitted with smallpox 这个smallpox 本来叫天花 也个别是脸上 天花留下的大麻子 这个人满脸麻坑 这个现在呢 可能没有人得这个病了 但在很多年前 当时种疫苗呢 不和不 很不及时 有人得天花 得了天花 有人死掉了 没有死的呢 脸上都是大麻坑 都是大麻子脸 这脸上布满了天花 构成的这个坑洞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到处是坑洞 到处是欧陷 可以用它 还有呢 散乱着分布的一些东西 咱们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都是被动 都是加with 散乱的分布着 这是一个那儿一个 这是一个那儿一个 星罗齐步的分布着 可以用它 我们可以用be dotted with 或者be scattered with 都行 这个dot本来叫小点 这是一个点 那儿一个点 星罗齐步的分散 scatter本来就是散开的意思 对吧 这是一个那儿一个 散乱的分布着 be dotted with 或者be scattered with 都行 注意后面还是叫with 我们同样通过些例子来看看 the sky is dotted 或者is scattered with stars 天上繁星点点 这是一个那儿一个 散乱的分布 再比如说 the lawn is dotted 或者说 is scattered with pine trees 这个草坪上 散乱的分布的一些松树 它并没有排成行了 这一颗那儿一颗 零零星星散落 星罗齐步的分布 可以用它 散乱的分布的 可以用它 可以同时记住 那下面开始复习了 我们说盖满了某个东西 这第二十八颗 五磅也太贵 怎么说 我叫be covered with 对吧 盖满了 我们复习在 一百三十四页第二行 到第五行 一百三十四页第二行 到第五行 咱们大概看看就行了 在这个大船停泊之前 这个来自于小船的人呢 就爬到了船上 并且 the decks will soon covered with colorful rocks from Persia seeks from India copper coffee pots and beautiful handmade silverware 甲板上很快 盖满了一层 五颜六色的 波斯地毯 什么印度的丝绸 同质的咖啡壶 还有美丽的 手工制作的餐具 be covered with 就盖满了一层东西 好 那我们再复习 那个满载的 交通工具满载的东西 这叫be loaded with 还记得吗 后面还是叫with 那我们复习二十八颗吧 一百三十四页的 第一行到第二行 一百三十四页 第一到第二行 small boats loaded with ware sped to the withliner as she was anthony harbor 满载着货物的小船 那么当大船进港的时候 飞夜市的 朝大轮 巨轮 行驶过来 loaded with ware是过去分词短语 当后置定语了 那个B动词被去掉了 因为这飞飞动词 当后置定语了 装满了货物的 交通工具 那么这是满载着 还有一个装满了某个东西 叫be filled with 这个G可以表示 装满了某个东西 它一般是瓶子啊 或什么一个箱子啊 或一个篮子里面 装满了东西 也可以表示 充满了某种情绪 都可以用它 装满了东西 充满情绪 这个在三册里都有 比如说我们先看 在五十二颗里面 二百三十六页的第四行 二百三十六页第四行开始 it filled with what looks like a thick great substance 这个it表示那个瓶子 这瓶子里装满了 那些看上去黏糊的 黏稠的 灰了八几的东西 be filled with 装满了东西 充满了某种情绪 也用它 在四十八课里面 二百二十页的第二十三行 就是复习了 二百二十页的第二十三行 因为这个搭配 咱们在二十八课讲过一次 all at once I noticed that my wife seem to be filled with alarm all at once 咱们说我不能翻译成立刻 得翻译成突然 all加Edwin放在过突然 突然之间我会注意到 我的老婆看似 满面惊恐的神色 这个alarm表示惊恐 交加的这种感情 充满了某种感情 be filled with 充满了愤怒 be filled with anger 也行 但是呢 后面确实都跟with搭配 非常好奇 还有我们以前说的 挤满了某个东西 跟打包一样挤满了 这个叫be packed with 或者be crammed with pack做动作叫打包 cram去 愣忙里填塞 像填鸭一样填进去 这才挤满了 那同样看一些例子 the streets were packed or were crammed with Christmas shoppers 大街上挤满了 圣诞节的购物者 对吧 再比如说我们在 第十七课中见过的 78页14到第15号 78页14到第15号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if the bridge were packed with cars it would still only be carrying a third of total capacity 据估计呀即便这个 这个桥上挤满了汽车 也只不过呢 是它总承重量的三分之一而已 一个贴一个 挤满了 叫be packed with 跟打包一样 装东西一样 装满了 还有一个是 中间填满了 比如外边有个壳 一个壁 里面填上东西 填上瓶儿 叫中间填满了 这叫be stuffed with be stuffed with 这中间填满了 给我看例子 pillow stuffed with feathers 一个什么 羽毛枕头 中间填满了羽毛的枕头 再比如说 duck started with eight treasures 这是一道菜 叫八宝鸭 肚子里被填满了 八种宝贝的这个鸭子 中间填满了 这个鸭子本来在内脏都掏空了 结果把里面填成好吃的 什么萝卜鹰子 什么大白菜帮子 高冷果子 嘣 这鸭子撑起来了 叫八宝酱鸭子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stuffers 这个出现在59克里面 叫鸟类标本 你看这个出处在264页 第21行中间 264页第21行中间 这个鸟呢 打回家之后又做标本 你如果要是放在这儿 两天就臭了 生躯招苍蝇了 怎么办呢 把那鸟肚子里的肠子 内脏把它掏出来 那鸟不就别了吗 里边弄点旧报纸 就是棉花把它砰 撑起来 鸟类标本 中间填上东西 甚至我吃饭的时候 我说 I'm stuffed 表示 I'm full 表示我吃饱了 中间肚子里填上东西了 饱了吗 也可以用它 这几个满 可以放在一块来挤 你看这一句话中出现了两个 那么前面说 尽管这个道上堆满了一些大圆石头 并且呢到处是坑洞 布鲁斯却一点也不担忧 perturb就相当于这个disturb的用法 就担心担忧 一点也不担忧 一点也不绝不 就呢 not in the least 这个结构是复习 咱们复习十七课中讲过的 一点也不 这个绝不 这个表达 而且这些表达如果放在聚首 后面还得不分道装 因为否定词放在聚首 后面是不分道装 咱们复习 这个表格 十七课曾经讲过 表示一点也不或者绝不 而且这些词放在聚首 后面都得道装 有部分道装 就是把主动词 B动词 如果前面没有主动词的话 还有这个情态动词 放到主意前面去 有哪几个呢 有by no means not by any means 这是把第一个白能力语气进一步加强 not at all 这个最熟悉 还有呢 in no way 绝不 be no什么什么 绝不是 I'm no expert 我绝不是专家 绝不是什么 not remotely 也是远非什么什么 也是一点也不 on no account 绝不 not on any account 这个跟第一行的类似 右边的比左边的语气更重一些 not a bit 一点也不 not in the least 就是本剧中的这个一点也不 on no condition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绝不 还有 under no circumstances 注意最后这个词用复数 under no circumstances 也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绝不 这些词 放在聚首的话 但是这个 be no 是没法放聚首的 这些搭配放在聚首 后面一般 要用道桩 是部分道桩 来咱们看几个例子 先复习十七课 七十八页的第四到第七行 七十八页第四到第七行 Though Verzano is by no means considered to be a great explorer his name will probably remain immortal For November 21st 1964 The long assistance bridge who in the world would named after him Gingor Verzano这个人 绝不会被认为 是一个伟大的探险家 但是他的名字呢 却有可能会不朽 因为在1964年的 11月21号这天 世界上最长的吊桥 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by no means 就绝不 那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复习 She is by no means pretty 这个女孩 一点也不好看 She is not a bad kid by any means 这个女孩绝对不是个坏孩子 完全不是坏孩子 特别好 这个比第一个 by no means 语气更重一些 再比如说 by no means can theory be separate from practice 理论绝不要和实践 想脱离 想隔离 by no means 放在聚酬 注意情态动作 看放在前面 这是部分道庄 She is not at all happy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她对目前的情况 一点也不高兴 一点也不满意 not at all 加强于其 再比如说 This will in no way influence our original decision 这绝不会影响我们最初的决定 绝不 in no way 可以 I am no expert 我绝不是专家 The girl is no fool 这个女孩一点也不傻 绝不是傻瓜 Larry is no friend of mine Larry根本就不是我朋友 绝对不是 再比如说 His arguments are not remotely convincing 她的这些argument 她的这些argument 这些有论据有结论的这些论证 一点也没有说服力 论证过程可叫argument 还有呢 On no account must you disturb me When I'm working 我在工作时 你绝对不要打交我 让我不安 在这 must 是部分道庄 On no account 放得去手了 Do not on any account Leave the prisoner and guard it 绝不要让这个囚犯 没人看守的状态 一定旁边有人看着他 Not on any account 比那个On no account 语气更重一些 再比如说 我们看的 In the least I tried to convince them But they won't in the least interest it 我释福 释出要说服他们 但是他们根本 一点兴趣也没有 完全没有兴趣 Not in the least Was she annoyed Not a bit She was delighted 她生气了吗 一点也没有生气 她高兴着呢 一点也不 Not a bit 一点也不 On no condition Should entrain personnel use the equipment 没有说过训练的人员 绝对不能使用这个设备 那个On no condition 放在巨仇 我们到处 should放钱的 还有呢 我们看那个 最后看看circumptances And no circumstances Will we agree to splitting up the company 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同意 分裂我们这个公司 Split 似乎没有见过 是裂开的一个 是裂与 否定裂与放弃手 后面 Will 这是重动次前提了 这是绝不 时期和重要质量的复习 好 这时候我们复习一下 这个表示一点也不 的重要表达 时期和讲过 但一定要做一个辩析 我们看到 Not a bit Not in the least 翻译成一点也不 但是 如果 Not a little 这就不一样了 Not a little 或者 More than a little 相当于very 特别的 非常的 这几乎变成反义词了 就可不是有一点哦 而是有很多嘛 我们看一个例子 Glian was not a little 或者 more than a little frightened By what he had seen Glian这个人 对他看到的事情 大为担忧 大为恐惧 他不是有一点害怕 而是特别害怕 特别担心 你看在这里面 Not a little 翻译成very 也能写成more than a little 这个容易翻译错 把这个做个辩析就好了 然后这个句目呢 是用perturbed perturbed就等于disturbed 或者worried 就完全一样 这是担忧的 担心 好 下面咱们看 第一段的第三句话 下面说 Glancing at his map He informed us that the next village was a mere twenty miles away 咱们先看看 这句话语法成本分析 扫脸地图 这个Glancing at his map 在这儿明显 可以看作是 非为动词 当作伴随壮语了 扫脸地图同时呢 主句是 他通知我们说 He informed us 这是主句的主观结构 后面那个那种句 明显做informed 宾语了 并于从巨 通知我们说什么呢 下一个村庄 离这儿仅仅有二十英里之远 很快就快到了 那么这里边 首先一个固定搭配 就是咱们三十七课 刚刚讲过的Glancing at 叫匆匆地看 扫视一眼 这个不说了 咱们以前说过 就匆匆地看浏览 然后呢 InformanceNet 就通知我们说 这在第一课咱们讲过 Inform something of something 有的时候也可以 Inform something about something 通知某人有某事 这加戒词 但是注意 如果后面加 that从句 就得去到戒词了 Inform something of that 因为我们知道 that从句的特征 是不用在戒词后 咱们讲过 跟它类似的 还有很多嘛 再举一个 比如convince something of something 使某人相信某事 如果使某人相信的事 是个that从句 只好去掉of 叫convince something of that 就好了 这个注意 这前面这个戒词 在that前 要去掉就好了 那么下一个村庄 离这 was Amir twenty miles away 又是复习 又是三十七个 刚刚讲过的 有很多支点 在前面说过了 这个就是 Amir该怎么来用 怎么翻译 我们知道 这个Amir 可以翻成 仅仅怎么怎么样 而且复习 Amir如果后面 跟单数名词 是相当于 only a 或者only an 如果Amir 后面在其他情况下 跟的不是单数名词 是其他情况 Amir就翻译成only 就好了 如果单数名词 就是only an 或者only an 就好了 本文中呢 后面跟的复书名词 不是单数名词 相当于only only twenty miles away 就好了 咱们复习一下 在这个这个 第二十 先看本句话 先看本句话 本句话的 Amir twenty miles away Amir 后面跟复书名词 直接用 only twenty miles away 就好了 再比如说 我们看第三十七颗里边 一百七十页的第十 一百七十页的第十 It went direct from my local station and the journey lasted a mere hour and seventy minutes 那么它从我的 这个当地的车站直达 是个直达车 并且这个路途呢 仅仅需要一小时零十几分钟 那么 Amir后面 hour跟的是单数名词 直接想到only an hour and seventy minutes 就好了 这是咱们 Amir讲过的重要搭配 37个讲过 今天是复习 好 再回到文中 看下面一句话 他说 It was not that Bruce always underestimated difficulties 这并不是因为的布鲁斯 总是低估这个困难 咱们接着看下一句 两句话放在一块看 He simply had no sense of danger at all 而是因为他根本就完全没有 这个危险的感觉 放在一块 可以发现成 这不是因为布鲁斯总是低估困难 而是因为他根本 简直就没有一点危险的感觉 这个两句话可以并成一句话 并成一句话 加个连词就好了 你看我们可以并成这个一个句子 It was not that Bruce always underestimated difficulties but that he simply had no sense of danger at all 这个里边就出现一个固定句型 It was not that but that 这个第二个that可以去掉 第二个连词that可以去掉 翻译到什么呢 不是因为前者 而是因为后者 这个固定句型 前后都可以跟原因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是因为后面的原因 后面这个that可以去掉 这设计到一个固定的 常用 常考的句型 这个 我们看一看57课 有个句子跟他类似 57课 就是256页 第15行末尾到18行开头 256页 15行末尾到18行开头 看这句话 It was not that I actually remembered anything at all but my father had described over and over again what we should see at every milestone after leaving the nearest town so that I was positive I should recognize it as a familiar territory 那么前面这个句号 是完全可以改成逗号的 改成逗号之后呢 这个but小写就好了 那分成两句话 那意思不变 but后面大家去掉了 但是我们在这儿 依然发现不是因为 这个but千万不能发现但是 而是因为 对吧 这倒不是因为我真的能够记住 每一件事 在后面有个at all 是跟not放在一块打 就完全不是因为 根本不是 这根本不是因为 我真的能记着每一件事情 而是因为我的爸爸 曾经一再的跟我描述过 over and over again 就重复多次了 描述什么呢 那么我们在离开最近的城镇之后 在每一个里程碑路标的地方 应该看到什么都行 这不是我记性好 而是爸爸描述的清楚 所以呢 我敢肯定 我对这一代 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不是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可以用它 那我们再看一看 在当年一道考研英语的英语汉 这个比较老的题目了 考研英语的英语汉部分 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你看这个 如果要不知道这句型的话 这个句子翻译相当困难 我们看一下 It is not that the skills in the one case and the balancing the other differ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ir construction or manner of working but that the letter is a much finer apparatus and of course much more accurate in its measurement than the former 这句话有一定难度 但是我们看到 It is not that 后面找到这个but that 立刻翻译成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这个but千万不要翻译成但是 这并不是因为 在第一种情况中 那些scale就棒秤 秤东西的一个秤 那么还有在第二个情况中 那些天平 既然前面scale是棒秤 后面这个balance 在这就跟它相对应是天平了 他们在他们的结构原理 和工作方式上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differ是不同了 那么principles of their construction 就结构原理吗 还有那工作方式吗 management 而是因为那后者 就是这天平了 是一个精密的多的 这么一个仪器设备 并且当然在测量方面 比前者又更为精确 因为前者是棒秤的 咱们整个翻译一下这句话 这并不是因为 在第一种情况中 那些棒秤 还有在第二种后者 前面里面那些天平 他们在结构原理和工作方式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而是因为那后者 就是天平了 是一个精密的多的一个设备 并且当然在度量方面 比前者就是棒秤 要精确的多 你看不是因为前者 而是因为后者 这是固定一个搭配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 更为简洁的这样一个形式 就not that but that 但这个形式有要求 什么要求呢 那前后就等平衡结构了 平行结构 就是前面用什么结构 后面用什么结构 用对对连一样 而且这个时候 为了对仗工整 后面这个that就不能去掉了 我们看到刚才那个 it is not that but that 这个结构 是不要求上下文平行的 不要求相同语法成分的 它可以写出非常复杂的句子 但not that but that 也是翻译成不是因为 而是因为 但前后必须像对对连一样 用相同的结构 而且后面的that不能去掉 咱们先看一个 莎士维亚说的著名的句子 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 Ro more 大家看到了吗 像对对连一样 不是因为我爱凯撒爱得更少 而是因为我爱罗马爱得更多 咱们可简单地翻译成 不是我不爱凯撒 而是我更爱罗马 这是这么一个对吧 这个前后必须得对仗起来了 我们造几个句子 比如说不是我不爱你 而是我更爱自由 不是因为我爱你爱得少 而是因为我爱自由爱得更多 对吧非常好说呀 not that 怎么说呢 I love you less 对吧 然后呢 but that I love liberty more 不是我爱你爱得少 而是因为我爱自由爱得更多 对吧 跟你谈朋友之后 以后我跟别的女人都不说话了 都不许说话了 跟我妈说话你都限制 这不行 对吧 再看一句话 我爱无事 但我更爱真理 不是我爱老是爱得少 而是因为我爱真理爱得更多 对吧 那怎么说呢 not that I love my teacher less but that I love 真理 choose more 所以老师说错了 我也要指出 为什么尊敬老师 但是真理更可贵 老师有说错的时候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固定结构 好 再回到句中 好 后面说 he simply had no sense of danger at all 他根本就完全没有一点危险的感觉 这个simply在这不能翻着简单的 不能翻着简单的 它一点也不简单 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看看这个simply该怎么解释 simply used to emphasize what you're saying 用它来强调你刚刚说的话 就加强语气的一个语气词 翻译成中文特别灵活 可以翻着简直 实在 根本 或者就是 怎么怎么样 它是加强语气的一个语气词 在这不要翻着简单的 那么你看本文中 本剧中可以翻译成 he simply had no sense of danger at all 可以怎么翻译呢 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危险感觉 或者翻译他简直就没有危险的感觉 这个人 这是加强语气了吧 好 再看一些例子 his pronunciation is simply terrible 他的这个发音呢 简直糟透了 或者他的发音实在是太差劲了 你看加强语气了 这是语气词simply 再比如说 that is simply not true 这根本就不是真的 翻译这根本怎么办 也是加强语气了 再比如说 这两句话 I simply refuse to go 我就是不想去 就是不愿意去 加强语气了 再比如说 he simply won't accept the committee's decision 他就是不愿意接受 这个委员会的决定 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 simply 你看在这 可以翻译就是如何 简直啊 根本啊 什么就是啊 什么是什么 什么实在怎么怎么样 可以把它加强语气 simply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用法在英语中相当常见 本文中就是个例子 好 那么下面一句话 对上一句话 给出进一步的证据 为什么有危险感觉呢 no matter what conditions were he believed that a car should be driven as fast as it could possibly go 咱们先看看这个语法成功的分析 no matter what 咱们以前说过 no matter加一文字可以引导 让步状语从具 无论多么的 无论情况是如何的 周围是什么情况 他都认为he believed 这个白颜色的是这个锯的主管结构了 后面那个dad一直到锯末 那明显是一个并语从具 做believe的并语了 他相信什么呢 一个汽车应该开得越快越好 他能开多快就开多快 这SS 后面的S 依然可以看到比较状语从具 跟前面S固定搭配 像他能开得这么快的话 他能开多快就开多快 这是一个语法成功的分析 这个里面的no matter what 是复习 咱们在这让步状语从具 可以换成whatever the conditions were 这个咱们讲过就不说了 这个疑问词后面再一位一二 在做让步状语从具的时候 可以换成no matter加疑问词 都是让步状语从具 然后看一下锯末这个 as it could possibly go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 这个形式呢 这也是个小致点 我们记住 这个副词possibly 可能地 经常可以与can或者could 这样的词连用 以表示竭尽全力这个含义 本文中是能开多多快就开多快 而且注意它的搭配位置不太一样 如果后面跟动词时 一般用can possibly或could possibly 两百分钟 could possibly go 它后面有动词了 用can或could possibly 如果后面省略动词呢 一般把possibly放到前面去 possibly can 或possibly could就好了 注意这个位置啊 后面有动词 把possibly后置 如果没有动词 possibly放到形态动词 can或could前面去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先看后面加动词的 先看本句中 那么他用的是 he believed that a car should be driven as fast as it could possibly go 这个后面这个动词 它没有被省略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用的是be driven 后面用的是go 这两个动词不一样 所以后面不能省略 那留下这个动词之后 我们用could possibly go 那could possibly 这个possibly的后置 对后置 我们再看一个句子 she's done everything she could possibly think of to help 这个地方也是 could possibly 后面加动词了 用could possibly 为什么呢 他前面是用动词do 后面动词think of 他已经做了 他能想到的 每一件事情 来帮助他 已经竭尽全力了 想到的都做了 动词不一样 所以后面动词不能省略 那么就could possibly 再加动词就行了 但如果前后动词一样的话呢 后面动词省略 那就换成possibly could 或possibly can就好了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省略动词的例子 we shall be contributing as much as we possibly can to the campaign 我们应该为这个战役 要贡献尽可能多的东西 能贡献多少 就贡献多少 we possibly can 后面省掉了动词contribute 因为前面有了 后面就省略了 这个时候咱们不用 can possibly 而用possibly can 这样一个结构 省略动词的话 这possibly跑到前面去了 再看一个例子 doctors did everything they possibly could to save his life 医生已经竭尽全力 来拯救他的生命了 前面出现那个did 后面其实还是这个do 但前后动词一样 他被省略 省略以后 用possibly could 而不用could possibly 这个结构 你看这个 都是竭尽全力 而且确实跟possibly 都能跟can could放在一块 但后面加不下动词 他语序注意一下就好了 咱们造些句子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雷锋都认为 一个人应该尽可能的 为社会做出贡献 我们先看一个省略动词的 前面用contribute 后面省掉这个动词contribute 如果省的动词的话 就变成possibly can 或possibly could 这个结构 对吧 好 我们看看怎么说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no matter what the conditions were 雷锋都去世了 一般过去 雷锋 believed that a person 一个人是什么样呢 should contribute as much as he possibly could to society 那么前面用的是contribute 后面还是动词contribute 那么在这呢 动词就去掉 就用不着说了 但去掉动词 用possibly could 这一般过去的事 咱们换一下 还说这个句子 把内容稍微变化 变化一下 让前面后面动词不一样 后面加上动词 叫could possibly 在这动词就好了 我们看例子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雷锋都认为 一个人应该为社会 做出他能想到的 尽可能的贡献 前面做贡献用动词 可能make contributions 但后面想到用think of 动词不一样了 就变成 这个could possibly 在这对就好了 我们看看该怎么说 前面一样 no matter what the conditions were 然后呢 雷锋 believed 加冰语统 that a person should make as many contributions as he could possibly think of 注意这语续 to society 其实意思跟第一句话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 前面用的是动词 make contribution 这个make 后面想到用think of 这不能 它不一样 不能省略了 那么这个时候用could possibly加度 而不要用possibly could think of 这就变成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no matter what the conditions were 雷锋 believed that a person should make as many contributions as he could possibly think of to society 就好了 这是表示竭尽全力 这个could can 跟possibly连用的时候 注意这个语续问题 这是语言习惯 没有办法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39颗第一段 跟老师 我们就先看到这 2 9 9 7 10